好了 掌声有请第一位 李嘉宾 一杯茶水 一盏灯光 一缕书香 我是爱读书的芽芽 爱情里自己是个完美主义者 绝对不接受任何的谎言 希望今天能遇到永远不会对我说谎的男一号 有请李嘉宾 大家好 我叫做黄胜瑶 我来自台湾 今年23岁 我的爱情宣言是 我愿意诚实付出我的感情 为的就是不让自己后悔 你一说话 然后四个人都转了 表达对于同向的事 谢谢 我可以让你很被动 但你不能什么事都让我主动 你可以很爱笑 也可以长得很高 但你不能嫌我矮 嫌我不爱笑 嫌我脸圆 你好 刚刚为什么要一下子把自己的就是 比如说那几个特质 列出来 这是我最没有自信的事情 你不知道有没有很多男生就喜欢娇小的 然后圆圆的 然后很可爱的 因为脸是门面嘛 但是我一看都会先看到我的脸 不会先看到我瘦瘦的 都会看到我脸圆圆的 我们要不要现在先看一看 好啊 来 三 二 我没有觉得你脸圆超适合你这个身材 所以你不用纠结真的 谢谢你人真好 你好女嘉宾 我想问一下你是做空姐的吗 怎么可能我那么矮 很矮 我很矮 160而已 160啊 但是看不出来感觉挺端庄大方的 就是挺像那个空姐 谢谢你 哈喽你好我也来自台湾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今年还是大学生吗 对我还是学生 是台湾的哪里 台北 盛宴问台北的哪里 新北市 他也是新北市 真的吗 哎呦你们还派个代表来问 看来气氛很融洽 大家都很喜欢你的这种感觉 有没有什么想要跟他们再拉近一点 我们的部分 我今天有带来一个才艺 Oh yeah 一直在你的話 帶你的話 Right now I'll be there 待會一遍 待會一遍 Oh 我待會一遍 I'll be there Honey got it now Hanke Hanke I'll be there Han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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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那個化妝間的時候看到一個男嘉賓嘛 就三號 Hanke 我覺得他跟你真的很合拍 你知道嗎 我覺得你可以 你們兩個可以合作一下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色驗過 這個有一個會跳人 他說他會跳人 來吧 來吧 色驗上 WOW WOW Sup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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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know what I got This one to play We have a superman Superman 他們倆太厲害了 WOW I don't know what I got We have a superman 他們練好來的吧 他們練好來的吧 WOW WOW 謝謝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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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可愛 謝謝你 謝謝 好了來這樣子 有沒有什麼想跟大家互動的 想跟大家互游游一個PK賽 遊戲規則 男女嘉賓分為兩組 每次派一人出來 根據隨機題目進行PK 獲勝多比組贏得比賽 第一題 衣服扣子多少 衣服扣子 衣服扣子 怎麼可能 我沒有扣子 對 所以 小豬身 小豬身 下一題 PK身高 第三題 PK聲調的高低 PK聲調的高低 雙眼還可以嗎 一姐 你被小一姐騙了是第一次 這組是真的全勝 所以我要背一個人回去了 是嗎 哇塞 我幫你吧 你點開我幫你背過去吧 來 那就各自選去一個 幫浮對象 哎呀哎呀 哇 哎呀 我看應該你現在也沒有選擇 心動 心動 為什麼 怕不心動 啊 看他好像整場都沒有笑過 好吧 剛剛沒笑的那個人是一號 對不起 沒事 先來笑 你覺得他笑起來怎麼樣 挺好看的 隨時隨刻都保持笑容 像二號一樣 是吧 我們來通過短篇了解一下女嘉賓 我還在堅持我當初演員的夢想 我真的很努力 可是現實就是這樣 好像你再怎麼努力 也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認可 忙碌的生活 我不知道錯過了多少風景 如果當初沒有選擇表演專業的話 我想 我現在應該是一名優秀的服裝搭配師 或作家吧 也許生活大不相同 現在的我 真的想要放慢腳步 做一次我想要的自己 嘿 還等什麼 出發吧 挑上幾件自己喜歡的衣服 搭上最適合自己的配飾 整理好行裝 我期待一出門 就可以遇到再也喜歡不過的你 我們來看看你的文字信息部分 詳細的了解一下它 A 爸爸的身份 讓自己背負著 光環的同時 也承受著壓力 爸爸媽媽 常常甜蜜到噁心 B 你會是我的九爺嗎 每個季度流行的衣服和配飾 都不會錯過 從來不在意樹立敵人 這件事 哈囉 哈囉 我想問一下九爺是誰啊 我們只是認識六爺 九爺是那個 現在《風中奇緣》裡面 胡哥飾演的一個角色 他是什麼個性還是什麼 比較吸引你 就比較安靜 然後比較被動一點 但相對的 他對自己也有點 沒有自信 然後反而讓我覺得他這樣 好像很可憐 跟我有點像我覺得 爸爸的身份是誰 在台灣是一名演員 一個資深的藝人 你們可以猜猜看 他像誰的女兒 你可以再提示一個信息點 他不笑的時候 看起來特別霸氣 演過什麼 蒙甲 蒙甲 這個 來 來 有猜到的嗎 柳承哲嗎 他是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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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唱歌 可以唱歌 對 對 我爸本名叫馬如龍 那是什麼姓黃 那是我爸的藝名 他本姓黃 我們知道名字就好 不要再問了 畢竟是 憲直說馬是大 那是他的電影角色 對 不要害怕 我就是怕這種光環壓力 你知道嗎 那問一下嘛 所以爸爸媽媽都是知名的演員 對 那請問一下這一個 剛剛克傑擔心的事 就是爸爸私底下 是個什麼樣的人啊 私底下他還蠻宅的耶 就是一直看著電視 泡著茶做一些 老人家該做的事情 所以他私底下就是一個 和蔼的爸爸 對啊 很和蔼 可是兇起來也的確挺兇的 就跟蒙甲一樣 一副要殺人的樣子 只是我都沒有在怕的 但是 比未來的男友可能會怕呀 這我不知道 這應該要問我未來那位男朋友 應該要問一下 因為前幾任男朋友 他們現在還健在 也有看到 8號現在臉上的肌肉 極其的緊繃 我一直以為 我一直以為 像8號這種人 應該沒有人會害怕啊 那你爸爸知道 你今天來這邊嗎 他知道 那他知道你喜歡的那個人 我也沒有跟他講 但他如果知道了 你今天來 卻不能把那個人帶走 那個人會怎麼樣 好問題 大家會缺一條 他有威脅性了吧 我爸爸是個普通人 他是個演員 未來如果你帶了一個男朋友回家 以你對你爸的了解 他會受到什麼樣的一個接待 我喜歡的他應該就會喜歡 他不會特別白臉色給人家看什麼的 他還蠻可愛的 柯老師按照江湖上的規矩 這個 女婿進門要先帶拜一下官二爺 他爸爸是演江湖 他爸爸不是真的江湖 好了 好 看看他的情感故事C 戀愛中從不說謊 在外會有意 讓男朋友覺得我很離不開他 D 可以接受大自己二十歲以內的男生 對於未來的他 父親有話說 對於未來的他 父親有什麼話要說 等等看視頻就知道了 他要特地錄一段話 雅雅是我寶貝的女兒 他喜歡的 我一定會喜歡 我喜歡這個男孩子 是一個孝順的孩子 要永遠愛他 永遠保護他 就像我在保護他媽媽一樣 我要去看你的 你哭了 怎麼好像 沒有 因為爸爸講這個 會讓我想到他年紀很大了 所以 很怕他看不到我成家的時候 怎麼會 因為他很常跟我說這種話 我知道 我也很擔心 都會說這種話來嚇你 但是這個 我這個時候特別想用 第四個字就是 王老師常常形容 十四號的那四個字 龍驚虎猛 馬大哥 龍驚虎猛 剛剛你爸爸講話 那個狀態和那個感覺 對 對啊 因為他平常不說 看不出他已經七十六了 所以就 會擔心 真是看不出來 其實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其實夫妻兩個人呢 感情如果好的話 都可以延年益壽 這是真的 對 因為爸爸跟媽媽兩個人 感情特別好 他們還不斷地在激發 彼此的愛情荷爾蒙呢 所以你放心 愛情荷爾蒙是最回春的 真的 嗯 沒錯 感覺得出來 而且大家不要怕好不好 馬大哥多麼慈悲善目啊 忘了忘了 可以接受 大字節二十歲以內的男生 爸爸萬一不同意呢 可是爸爸跟媽媽 自己就差十五歲啊 所以我覺得 我是從小到大 被他們影響 覺得 十五歲左右 應該都沒有關係 所以大概也是十五歲左右了 所以你能接受比你小的嗎 應該沒有辦法 我喜歡過最大的男生 就大我十七歲啊 在你是哪一個階段的時候 呃 大學應該已經二十出了吧 他 他將近四十 對 所以你們真的有開始交往嗎 還是只是暗戀 嗯 沒有交往 我就一直追著他等著他 那為什麼他沒有接受你的原因 就覺得我年紀太小吧 當初爸爸媽媽也是 經過很多波折最後才在一起 爸爸當初沒有接受媽媽的原因 也是因為年紀太小 你的內在是符合你的點 還是說你很心動 你喜歡他這樣的人 應該是都有吧 一開始是 因為他像大哥哥一樣的照顧我 我很喜歡照顧人 可是突然之間被照顧了 也會很有心動的感覺 所以就喜歡上他了 那如果你剛一見到一個人 你不可能一下子去了解他很多內在的東西 當一個很外在的讓你心動的感覺 還是一個很內在的條條框框 你會選擇哪一個 當然是內在吧 我覺得外在不是重點啊 判重內在 OK 謝謝 所以在過往的經歷當中 年紀最大的就是上場 17歲 17歲 最小的呢 最小就跟我童年 再小我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戀愛忠從不說謊 是連善意的謊言不會 還是加上互相都不說謊 其實我連善意的謊言都不會 可是我會先看對方的個性 因為有些人寧願聽善意的謊言 那如果他是這樣個性的話 那我可能就還是會講善意的謊言吧 要不然一般來說 善意的謊言我也不會說 我會很直接的告訴他 那你呢 鮮雅 你自己是完全連善意的謊言都不想聽 是嗎 對 我寧願接受殘酷的事實 好 接下來 兩個人私必問答的機會 選擇一下 好 10號 嗨 哈囉 你記得我在機場上有見到你嗎 啊 真假 有 在台灣的時候 台灣的機場有看到你 對 好吧 你忘了 沒關係 那我想問你喜歡吃什麼東西 不吃牛肉 其他都吃 吃素也可以嗎 可以 好 了解 謝謝 第二位 原來你們在來之前就已經相遇過了 請問你覺得你自己最大的缺點是什麼 可能對很多事情會比較沒有感覺吧 那你最不能接受女朋友做什麼事情啊 無理群啊 那你最喜歡女朋友為你做什麼事情 不過可以的話 我也希望她 呃 在我工作結束後回家 然後可以吃到一頓她煮的飯 了解 謝謝 謝謝 你在機場碰到陳盛宴的時候 怎麼沒想過去 欸 拍她一下啊 或者是跟她打個招呼 不敢呀 她跟朱信宗是一起來的 所以呢 你當時也看到小豬囉 有 他們兩個一直在一起啊 那你怎麼不問小豬有沒有記得你 嗯 我想 我想說陳盛宴沒有看到我 小豬應該就不記得了吧 因為我們擦身過很多次 就是相遇過就要擦身很多次了 下飛機之後 領行李的時候也都有看到 又有擦身而過 對 就一直都能看見 因為 呃 身高海拔的問題 小豬的這個視線呢 在這個180上下那邊遊走對吧 沒有 其實 因為在機場的時候 然後我的行李比較晚出來 那時候我比較慌張 在找我的行李 擔心行李 好了這樣子 接下來男生們可以先做出決定了 到底你們的心意此刻如何 完美告白 為愛轉身 請選擇 我感覺他非常的可愛 還有他的素質很可愛 來 有請三號仲見輝 有請 我愛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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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叫鄭建輝 你好 我在國外剛剛回來 我現在在香港 教跳舞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來找我 我很希望你的 爸爸媽媽對你那種愛 從你出場 從你走路 從你說話 我感受到了很多很多 就是 內心的一些教育的東西很不一樣 我之前來過這個舞台 在去年的五月 再次來到這裡 想遇到我 以後真的就是可以在一起的那位 因為我現在 不小啊 我今年三十二歲 真的 看不出來 應該不超過 應該不超過你的年齡二十歲 不超過 好像超過也有點難 OK 所以 你 會不會 考慮一下我 我們在台灣人之一 愛 在世事 不平你愛 在下不一切 你不只想 大海裡牽著手走 我 剛剛我特典裡有說到其實 我不在意樹立敵人這個關係 重點是在於 對方怎麼帶我 帶我不好的 那我 把他當成敵人我也沒有關係 但帶我好的 我其實一直都 不忍心去傷害 可是 我會 像你爸爸一樣 拉著你手 直到最後的 對 相信我 因為 我的家庭教育也是這樣子 對 我爸媽一直都是我的驕傲 可是 謝謝你 可是我剛剛也有說到一點 如果喜歡我就會一直追下去 就像我愛情宣言一樣 為的就是不讓自己後悔 所以 我很抱歉 沒關係 謝謝 謝謝 我現在可以請他上來了嗎 謝謝 11號豬心中 那11號 好像基本上沒有過在 上台之前 還要再喝一口水的習慣 你該不會是因為我爸爸的關係緊張嗎 沒有 其實 你爸爸是一個 我在台灣其實 蠻資深的演員嘛 那我以前也看過他一些電影 我覺得 他真的是 為台灣的電影 全工 然後我其實也蠻喜歡他 謝謝 那 但是多少還是會有一點緊張 有一點緊張沒有 忘了他忘了他 如果他讓你緊張的話 就忘了吧 那我現在要佈置一下 那可以請你閉上眼睛嗎 你會期待嗎 會 我扶你到位子上坐吧 你先不要張開眼睛啊 坐下吧 現在你可以張開眼睛 看一下四周圍吧 人家說 當看到喜歡的人第一眼的時候 就可以想像到 和他的未來是長什麼樣子的 所以 這是我想像我跟你未來的家的樣子 不知道你喜不喜歡 就是會讓我有一種歸屬感吧 因為 有的 其實最近 真的會有一種 想要有一個自己家的那種感覺 因為聽說你喜歡藍色 所以我希望我們將來的牆 也可以是弄成藍色的 你喜歡喝咖啡嗎 那你都喝怎麼樣的咖啡呢 嗯 糖不要加太多就好了 真的啊 所以我覺得我們家 要有的第一個東西就是咖啡機 有沒有覺得這杯子很眼熟 這杯子跟我們店裡的一樣 我特地跑到你們店裡去買的 你會不會討厭記性差的女孩子啊 不會因為我記性也不好 哈哈 有的時候我的記性不太好 所以我需要這個便利貼 幫我記一些小細節 你可以簡單 寫幾個字想要對我說的話嗎 我會不會討厭 我會不會討厭 我會討厭 這是你第一次對我說的話 謝謝你 我要謝謝你 那你知道為什麼後面 要貼一張你的大頭照嗎 這張很好看 哈哈 其實是因為我知道你為事業工作忙很多 可能常常會不在家 所以我希望有一張你的照片 可以當你不在家的時候陪著我 不過我蠻好奇的那個 你特別飆起來那幾天什麼意思 2014年12月28號 你因為得了肺炎所以住院了 其實那時候我挺擔心的 希望自己可以去照顧你 可是還不認識你 30號 那天雖然是你的生日 但你應該過得不是很開心吧 對啊 這蠻特別的一個生日 因為以前還沒有在醫院度過 然後1月4號 我看到你在微博上 很開心 因為你公司裡的員工替你過生日了 所以其實在那兩天 我就跑進你店裡了 可惜沒有看到你 然後才買了這個杯子 買點了你喜歡吃的一些糕點 想要知道一下 你過生日的心情 還有你生病那幾天怎麼樣 你在店裡都在做些什麼 你那時候在店裡 我那時候有去 可是你不在 謝謝 真的很想好好照顧你 可能我 我 雖然有時候可能沒那麼細心 但 我相信如果照顧自己喜歡的人 我一定還是可以的 就像人家都說 愛情有種魔力 它可以讓你變成一個 你不認識的自己 也想要給你一個完整的家 你可以去闖你的事業 可以待在這個溫暖的家等你 雖然我們同樣都住在台灣 但為了你我卻到北京來了 我真的很喜歡你 我真的很喜歡你 感覺他抱我整個願望 所以我很謝謝他 看到聖雅為自己布置的小家 聽了聖雅的真情告白 小豬是否被打動呢 她會接受這個 願意在背後默默支持她 等著她的女孩嗎 27歲之前被偷走的6年 是什麼6年 一段感情吧 屬於離家出走 跟著男朋友 我們倆在國外待了7年 一出來的時候 就是我轉過去了 然後我看到 真的很端撞 我真的很希望 跟我一起走 因為 真的 很有感覺 14號剛剛跟我說 他說他特別喜歡腿長的女孩 再說了你跟前女友分手 你們還能做朋友嗎 演藝人之間 可能不單單只有感情吧 你出久了 其實有一個這樣的朋友 還是蠻好的 那你們當朋友的話 會是怎麼樣一個相處模式呢 就是每天還是都聯繫嗎 還是說你叫他出去 他叫你出去 你都會出去 午空出來吃吃飯 冬天出來滑滑雪 有時候請我們來看 你是不是 請在家裡 請在家裡 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爱你 爱着坚定的绝心 放围了的路再继续 不要跟着你的脚印 亲爱的我想你 其实首先我要说的是 我今天看到你爸爸跟你说的那个影片 其实我也 那我也蛮羡慕的 对因为有这种 感觉你爸爸妈妈真的很疼爱 所以说今天你来为我做这些 其实是我会想要有的一个 温暖的家的感觉 但是 仔细跟你说好了 因为 人在跟你之间少了那么一点感觉 我 个人静静关上 的 鬼 是 关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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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謝謝 你帶著他真的很好看 你真的不能 跟我回去嗎 在台灣嘛 你可以來我們店 可以請示範 謝謝你 加油 因為我去年的跨年 是一個人過的 所以我剛剛彌補小小的遺憾就是希望 當作現在就是 跨年那個時候 可以牽著自己喜歡的人的手 謝謝 謝謝你也算是彌補我一個 小遺憾了 謝謝 可以背對我嗎 因為我不想再讓你看到我哭的樣子 好 怎麼看 不知道 我們的部分 你是要現在自己叫離開 對 對因為 不想讓她看見 那就不要讓她看見 來 雅雅站在這裡 老師不先說兩句祝福的話吧 雅雅 那 在愛面前 在愛面前 優點缺點 因為你看 因為你看你聊著聊著就開始哭了 然後還哭好幾回 但是如果女孩太過於感性呢 有時候呢 有時候呢 你對愛情呢 就會過於執著 另外一個就是不太明白 什麼樣的愛情 是真正適合自己的 所以我覺得 你把感性稍微弱一點 然後讓理性增強一些 那這時候呢 你的選擇會更多 同時呢 當你面對喜歡的男生的時候 你會用各種各樣的策略 去實現它 愛情一定也是需要技巧的 你看今天要把爸爸請來 帶上一票人的話 早答應了 雅雅 加油了 你一定會幸福的 好不好 謝謝老師 好了好了 接下來這樣好了 讓他送你 好啊謝謝 祝福芽芽我們想祝福芽芽 加油 為了怎樣 我想我們都會辛苦的 有請下一位嘉賓 大家好 我叫梁零月 今年27歲 生活中的我喜歡收集首飾玩禮服 因為我想每個女生都是愛美的 今天來到這裡 我也精心挑選了禮服 希望我的心動男生會喜歡 有請下一位嘉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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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 主持人老师大家好 我叫梁盈岳 今年27岁来自先镇 现在在一家金融公司工作 我的职业是家族财户管理师 我可以为你和异性朋友保持关系 但是你不可以让我们断了联系 我可以和你一同共同承担所有的事情 但是你不可以欺骗我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才艺 我想唱一首歌给大家 有歌啊 我想先把这个拿下来 可以啊我先帮助你 先服好面具 三 二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m a beautiful girl I'm a beautiful girl 我们说毫不分离 要一直一直在一起 就算与世界为敌 就算与全世界悲喜 有没有想要跟大家互动 我有一道题目想问一问大家 大家看一下大屏幕吧 哎呀 这个题目一看起来就非常有难度 说好来念一下 有三个人去投诉 一碗三十元 三个人每人掏了十元 后来老板说 今天优惠只要二十五元就够了 拿出五元命令服务生退房给他们 服务生偷偷藏起了两元 然后把剩下的三元钱分给了那三个人 每人分到一元 这样一开始每人掏了十元 现在又退回一元 三成九等于二十七元 加服务生藏起的两元等于二十九元 还有一元钱去了哪里 已经有人打了 四号来 其实这个题目就在闹 后面最后一行是三成九等于二十七元 应该是减去服务生长期的两元 剩下二十五元 然后老板 加上老板退还给他们的五元 这就三十元 是这样吧 做得很对 就是在绕大家 他好聪明 其实我是从小数学就比较好了 其实这道题主要就是想 男嘉宾们对理财 如果你不是很了解的话 我觉得以后家里管财的应该是我吧 如果你对这个方面还是很了解 那代表你太精明了 还是要我管了 我本来以为我陪她的这个 可以给你留下很好的好感 你可以通过后面来争取 看了好感 对吧 可以啊 可以吧 好吧 这是为了理财 那我还有问题 也答对 但你 就 觉得这样不好 那我觉得 就算我会的话 交给你也没关系啊 好了 那接下来再看看其他男生 虽然没有回答出问题 但是他们应该符合你的条件 接下来选择一下心动 我心动 为什么不喜欢三毛 我觉得身上的东西太多了吧 我比较喜欢简单一点 现在是冬天 所以为了保暖 所以多了一点 那我短片来了解一下 人生有多少个六年 我们又挥霍了多少时间 曾经为了唯一的一段感情 离开家人 离开家乡 只为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 到最后才发现爱情 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而我却用了六年的时间 才明白这个道理 现在的我努力工作 学习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培养兴趣爱好 让自己业余时间更充实 因为我知道时间不等人 对于27岁的我 只有努力才能弥补 曾经被偷走的那六年 对于爱情 我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我想命中注定的他 也在寻找我 然后我们会一起牵手 走过很多个六年 你是我的那个 命中注定的他吗 谁会是你的命中注定 知道 那我们就来多了解一点 你看看能不能帮你顺利的找到 财富家族管理公司客户经理 平均每天工作15个小时 忙的时候基本上一天都吃不到一顿饭 一段初恋六年的时间 为了对方选择出国 爸爸的过世让自己一夜长大 现在追求的爱情 最重要的是简单 是只要你感觉你的演员对了 感觉对了 其他一些都可以不在乎吗 不只是你说的演员那方面 两个人在一起说话 不用想那么多 就是相处得非常自在 你每天工作15个小时 你睡觉啊 休息啊 或者谈恋爱啊 你有足够你要享受的时间吗 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在一家金融公司 属于朝九晚五的工作 但是实际上呢 下班了之后也会去见客户 忙起来的时候只休息四个小时 就没有其他时间去想别的事情 9号 刚才的影片上面你说 27岁之前被偷走了六年 是什么六年 一段感情吧 属于离家出走 跟着男朋友 我们俩在国外待了七年 都没回去过 没有回去过 那最亏欠的人觉得是自己 怎么不会是家人 那个时候的想法 跟现在的想法差很多 那个时候没有想过 过年过节啊 给父母打电话呀 都是我那个男朋友提醒我 那个时候不懂事 好像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 我的世界里只有爱情 只有这个男朋友 那父亲最后一程有送到吗 父亲走之前 我考了一个证书 然后拿回去给他看 就想让他知道我是懂事了 回来的时候 父亲已经去世了 对快要不行了 然后看了一眼 也就一个星期吧 就走了 这被挑走的六年 的确可能让你有太多的遗憾 我已经站在心中了 来 五号 六年的时间就在一起嘛 最后是因为什么原因分手的 得知我父亲生病 一开始家里人没有告诉我 然后得知他生病之后 这边男朋友也在事业上 因为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我没有念书 只是每天陪着他 他工作稳定了 然后事业也有起色了 两个人思想就存在了差异 我让你做到选择题 OK 你现在认为 最能让你有安全感的 你在三项里面选一下 一是金钱 第二是亲情 第三是友情 应该是亲情吧 所以五号 跟你预测的答案是一样的吗 嗯 不一样 因为我看到你说 现在认为女人 不管是否恋爱都必须有事业 我以为你会选金钱 其实这是一道 在国际上都非常权威的一道 对心理成熟的一个测试 照你的这个标准 怎么样是判别这个成熟度呢 金钱是最高的 那是表示这个女孩 如果这样选的话 她的成熟度是 其实就中等 我其实有一些不赞同林峰的说法 因为女嘉宾 我觉得她已经很成熟了 也许是因为她那六年 她父亲的去世 会让她觉得这个世界上 会比金钱更重要的 也许只是敬请 不是说自己想成为一个世界型的女人 而是现实把她逼到那个地步 想要把自己的亲情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刚才说了那么多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说 你现在没有比如说感情的依托 所以你用很多东西去填满自己的生活 一个女孩如果有自己的感情呢 她应该会慢慢慢慢把自己的那个时间 转移到感情上面去 这个人就很心疼吧 这个人好像跟我还蛮合拍的 接下来 四别问答选择两位 12号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男孩子 外表看起来好像有点小孩子起 幼稚一些的 但是我的性质 我觉得还是比较成熟的 那你比较欣赏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成熟一点吧 大方得体 而且善解人意这一类的 谢谢 我觉得你对我的看法 跟我自己的想的都很像 我想知道你有什么经历是自己难忘的吗 就是初恋了 谢谢 刚刚有选择心动男生 你确定一下 你再感觉一下 你要不要更改 不要 好 那接下来他们要先进行选择了 完美告白 为爱女生 请做决定 也是 她 为她缓决 就是因为她的故事 打洞 来 有请2号和4号 高兴的人很多 我心里很高兴 觉得被大家认可 我曾经也尝试过 有三份工作 上午走秀 然后下午又是 一些其他工作 每天工作15小时之后 我还要保持健身 每天做几百个复活生 但是我从来没落下一顿饭 不是想告诉你 无论如何你都要吃顿饭 我就是想抓住机会这样告诉你 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 要你是最快乐最单纯的人 因为你让我的心变得很差 给人很踏实的感觉 你笑起来真的很漂亮 你出来的时候 就是我转过去嘛 然后看到你 你真的很端庄 你就是很会理财 然后我那个问题也答对了 但你 就觉得这样不好吧 那我觉得 就算我会的话 交给你也没关系 因为你 真的是很努力地去工作嘛 所以我刚才一直在举手 很想问你 你现在的 比如说你的胃啊 还好吗 不是很好 对啊 我就 我就觉得 一天只吃一顿啊 真的是 很夸张的事情 你如果工作太忙没时间 我可以给你送过去 所以我可以来照顾你 所以我希望 你能 跟我一起走 因为 真的 很有感觉啊 很有感觉啊 我觉得非常打顾你 因为我真的是因为工作忙碌 对自己照顾的不是很好 谢谢 先感谢两位男嘉宾 我觉得 你们各个方面都很优秀 我是一个对感情 对事业 都很执着 如果 如果我决定了一件事 就希望 能把它做好 我希望尝试一下看看 能不能做好 谢谢 当女生拒绝我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挺失望的 我的性格比较执着 比较专一 无论中间有什么事 我都会依然选择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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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完全不走就难以抗拒 我们完全不走就难以抗拒 说谎都很周明 我都会依然选择自己的 我都会依然选择自己的 谢谢两位 我现在下来是想说啊 我现在下来是想说啊 因为刚刚我在问你要不要更改心动男生 是因为你在整场当中没有跟他交流过一句话 我的工作和他属于是两个世界吧 你的问题在看全场男嘉宾的眼神 我觉得他对我不是那么 可是你还是喜欢 对 你喜欢他什么呢 简单 那你现在要继续把你简单执着的心意继续下去吗 我想 希望大家给我一点时间 我想去换一下衣服 好来 就说为什么都没有问问题 在于之前也有人问过了 也回答过 觉得就是一个不同世界的人 我的工作和他 属于是两个世界吧 女生的离场换装 是否能够获得心动男生的青睐 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命运又将如何 我应该就是这个地理人的世界 就会换到那条衣服 就感觉就是更漂亮更华丽 我决定影响坏服装的原因 是因为我想让我的心中男生 看到不一样的我 给他留下一个加深的女人 我想跟他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然后想看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你愿意陪我一起冲击晚餐吗 好吧 你以前有跟女朋友一起吃过烛光晚餐吗 没有 那今天这个机会就交给我 谢谢 这个是音乐蘑菇汤 你想知道为什么要叫音乐蘑菇汤吗 那你能打一下 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 从今以后 然后我有看到过他唱王力宏的歌 所以就选择音乐蘑菇汤 希望能给你一个不一样的烛光晚餐 希望能给你一个不一样的烛光晚餐 帅哥 帅哥 这是第二道主菜 我想再送你一个小礼物 乐视频 词上 乐视水 这是第二道文外 所以我们要求词 如果能给你一个不一样的烛光晚餐 访问她的烛光晚餐 喝光晚餐 泣混音乐充满水 又不一样的烛光晚餐 是真的很用心 为你做了很多事情 希望你能喜欢 你尝一下 有点太入味了 不是很好吃 不会 反正我这 味道种种东西 我都蛮喜欢除了辣 再麻烦你切一块 让我也尝一下 好啊没问题 没了可以说说 啊 好好吃啊 填在心里 剩幾天 他們想過的 我們說的是 一天一夜 那我忙碌了這麼多 希望你回給我一個笑臉好嗎 我覺得自己很幸福那一刻 這個人我很喜歡 那時候就覺得 特別有心吧 你覺得我怎麼樣 很好啊 很好啊 就是很有氣質 而且又 蠻高調的 那你 可以跟我走嗎 可以跟我走嗎 就這樣 就這樣愛你啊 一起走 一起 喜歡 愛你 愛的味道 還有你的懷靈 和我們一副 有紐口無口 打著 不用 副離 你好 愛情 我就愛這樣 天晴 也为你 不写 当她说不行的时候 其实我很失望 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吧 我想找一个就是 能默默付出 陪伴着我 这个女人 虽然我不能跟你走 但是我很开心 能够认识你 想让我们打好朋友 好吧 再碰一个呗 其实我不是很能喝酒 但是表现一下自己吧 希望让她对我加深印象 我能够理解你为什么选择客姐 你现在的人生有很多事 都是过去的一种赎罪 为你曾经任性的六年 但是我想告诉你 每一个今天 都不是过去的补偿 爸爸的心愿 只有一个 希望音乐快乐 你是一个经历过生理死别的人 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所以你看孙克杰 这张大男孩一定是简单的 你会喜欢简单 是因为你觉得生活和世界太复杂了 但爱情是简单的 陪伴是简单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 在自己的爱人面前保持简单即合 其实你现在本身这个状态 就不是一个成熟的阶段 没有必要刻意把自己摆在那个位置 你只要现在好好的享受 应该属于梁颜月的生活就好了 让柯杰送你好吗 好 谢谢 让你简单的柯杰送你 不管我们有没有牵手成功 我都希望你开心快乐 无论怎样 生活的要继续 爱情也终究会来临 祝福我们每一位来 掌声有请下一位女嘉宾 和大多数女生一样 看电视的时候 喜欢抱着毛绒玩具 空闲时会和毛绒玩具玩耍 和他们在一起的自己很快乐 很期待可以看到自己想见的人 并且将她带走 请大家为我加油吧 有请女嘉宾 我来自浙江嘉宾 我来自浙江嘉宾 我的爱情宣言是 我认为最浪漫的事不是我爱你 而是在一起 我可以接受你偶尔的大男子主意 但是你不可以一直以自我为中心 你可以有自己的朋友圈 但是你必须要对我坦白 这样子啊 我们来看看你的样子 再说了你跟前女友分手 你们还能做朋友吗 眼里人之间可能不单单只有感情吧 你处久了 其实有一个这样的朋友还是蛮好的 那你们当朋友的话会是怎么样一个相处模式呢 就是每天还是都联系吗 还是说你叫他出去 他叫你出去你都会出去 有空出来吃吃饭 冬天出来滑滑雪 一群的一群的一群 最后一个人能吃饭 一群的一群的一群 坦白 但你们 Emeriment 有 problems 有事是什么 不周知 你怎么知道 你爱情的一群 我会想到我 爱情的七群 不常乏 我会想到你 你别的血 你从我多此顺度 二 一 想要跟男嘉宾再做一点什么样的互动呢 有 想要做互动 游戏规则 男嘉宾单脚站在直压板上 抛起积木并接住 贴得少的两位 要在直压板上坐下蹲 并称赞女嘉宾 开始 你要美 你长得成郁洛艳 你长得碧月秀花 你今天打扮得很有气质 你长得清晨清国 那那个奖励怎么办 那个奖励怎么办 我赞美他一下 我觉得你长得好帅 然后身材好好 你也很漂亮 真的 有点害羞面对你 来看一看哪一位现在是你另外比较心动和不心动的 你现在很受伤 二人 你不一定会 你不良太多道理 你不愿意 我愿意 你不愿意 不愿意 也不愿意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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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她长太帅,觉得我不是她喜欢的类型。 好吧,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嘉宇。 我是一个赖床女,当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时,我需要很久很久才能起床。 平时我会将毛公仔整齐放好,并和他们玩耍。 我很随意,我不喜欢生活和工作有太大的压力。 我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生活。 我希望自己的生活状态就是简单,快乐。 我喜欢走走停停,就是冬天很冷,我也会抽空出去散心旅行。 也希望身边有一个人可以一直牵着我的手,可能自己不够美,不过我很自信。 工作后,自己就没有谈过恋爱,我很想谈一段永远不分手的恋爱。 夕阳夕下,白头到老,相濡以沫。 从文字形起来了解一下女嘉宾。 从小到大在温室里成长,自己的生活中没有醉。 B,有自己独特的省钱方式,喜欢吃醋。 特长是腿特长,对生离死别感触陌生。 生活中没有醉是什么意思? 一般的话都会问你最喜欢的歌曲是什么,你最喜欢的歌星是什么。 诸如此类的问题我都回答不上来。 那你生活中是不是一个处事态度是一个中庸的人? 对,我是比较中庸,就会觉得还可以都OK啊,就这样子的感觉。 你的特长是腿特长,我想知道究竟有多长,我是帮14号稳的,因为14号刚刚跟我说,他说他特别喜欢腿长的女孩。 那14号你来评价一下,我们女主角的这个腿看得出来长不长吗? 因为14号曾经好在节目里表达过对女生身材的极致要求,但是要求1米68的女生大概是在95到100斤左右。 我169,体重现在是最重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超过100,但现在是100。 那其实还挺好的,完全在他的标准线呢? 不是很好吗? 我说是挺好的。 不是很好吗? 挺很好。 对,他挺好。 听错了,听错了,听错了,但是刚刚说的重点是腿长。 我觉得他腿应该还蛮好看的,因为从根据他小腿的脚踝里面看的话,他腿应该还蛮细的。 不是,那个13号你觉得多长的腿算长,对于女生来说? 大概体差要达到18以上,我觉得算腿长的。 那你介意上来跟我比一下那个腿吗? 你是要比13号还是14号呀? 两个一起吧,可以吧? 多,多高? 168。 好,所以是一样的。 你这么高吗? 是骨头吗? 是骨头吗? 不啊! 啊,我输了。 其实你的重点真的不在意腿长这点是对吧? 你的重距离看一下他们三个吧? 算小心机吗? 啊,咱们再看看他的情感故事,接着聊C。 三段感情经历都因为在感情中太强势而分手,绝不允许男友和前女友联系。 D。会为我做饭的男生很有魅力,希望对方不要有私藏的小金库,一定不要是月光族。 为什么不希望你的男朋友有小金库?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最起码是要相互坦诚。 如果你有小金库,你首先就对我不坦诚了。 然后在以后的婚姻生活中或者恋爱生活中,谁管钱,我希望就谁去负责做账这一块。 可我感觉肯定是你管钱。 我也觉得。 如果说咱们俩交往了有很久,然后每个月我都把我的钱给你,可能好多好多,但突然到矛盾要分手了,这个钱是咱们分开还是全部归你个人所有? 就是看你当时给我多少,你该拿多少就多少,我该拿多少就多少。 就是如果分开的话,就是分脑洋喵前也是分开的。 对。 谁是谁的就是谁是谁的。 对。 你自己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女人,然后之前的感情是因为这样的分手,你强势会体现在哪一些方面? 我的强势可能就是有时候比较任性,比如说我打你电话,然后你挂掉,你也不跟我解释什么原因,我就不理你,你打很多电话我都不接。 绝不允许男友和前女友联系,这不也是强势的一方面吗? 这个是我的原则。 为什么这个是你的原则? 因为我觉得前男友前女友是破坏感情的很重要一个因素。 那你不觉得你强求过来的东西并不真实吗? 我没有强求啊,如果他爱我或者他尊重我,把我视作很重要的一部分的话,他自然不会跟前女友有点像。 再说了,你跟前女友分手,你们还能做朋友吗? 演技人之间,可能不单单只有感情吧,你出久了,其实有一个这样的朋友还是蛮好的。 那你们当朋友的话,会是怎么样一个相处模式呢?就是每天还是都联系吗?还是说,你叫他出去,他叫你出去,你都会出去。 有空出来吃吃饭,冬天出来滑滑雪,就这样子。 我跟我初恋女友,已经认识十多年了。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还会有联系,你会怎么办? 就过年的时候回去到我们一定会在一起吃饭,然后在一起坐一下聊一下天。 你谈过几次恋爱哦? 四五个吧。 那你跟初恋出去吃饭的话,你会把你女朋友带上吗? 对啊,这肯定会啊,因为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一层感情方面的事情。 那你跟他之间发微信啊什么,都可以给女朋友看吗? 可以啊,完全可以啊。 那没问题。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话,最重要的就是信任跟忠诚。 我还可以让你跟他聊天,都可以。 是让我吗? 对啊,都可以。 因为你感情里面特别强势,而且你特别爱吃醋,我想知道你吃醋到什么程度? 就是有时候吃烧烤都要放醋。 他真的很爱吃醋。 所以是没有其他的意思,是真的爱吃醋。 不是,这方面也爱吃醋。 五号。 你会不会介意就是说我手机里面会有跟我前任出去玩的合照? 我看到了,然后想让你删掉,你会吗? 可以啊。 那就没问题。 你会为女朋友做饭吗? 肯定会啊。 你身材这么棒,你有去健身吗? 有啊。 你会带着女朋友一起去健身吗? 有啊。 你喜欢我吗? 有啊。 你喜欢我吗? 你喜欢我吗? 我建议你喝酒。 就是偶尔会跟自己的朋友出去这样子。 要不要更改心动男生? 呃,不更改。 因为爱所爱,珍惜在你心的愉快。 完美告白,为爱转身。 即是你。 在无人转身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小小的失落。 因为想,徐李强怎么没有转身。 先准备一下道具吧。 我想请我的心动男生上来。 他是。 十四号,徐李强。 我没有想过他会选我的心动男生。 我不会做菜做饭。 但是我会为了自己喜欢的男孩子去做一些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比如做菜。 你能不能拿着菜谱一步一步的念,然后我再做。 行啊,没问题。 第一步是,少许香菜。 切段。 小心手。 第二步是青椒切成丝 把头尾先去掉 然后从中间破开 把那个子给掏出来 对 等一下吧 我怕你切到手 你帮我练 我来弄吧 当男生主动帮我做菜的时候 我就一下子有被惊讶到 怕他把手伤到的时候 就直接说我来帮他弄吧 我们现在是青椒切成丝 刀不一定是刀的问题 然后第三步是胡萝卜切成丝 黄瓜切丝或者片 并放入碟中 放到碟中 然后是加入生抽 加盐 毕醋 我之所以把醋倒进去 因为他跟我有个共同点 他也很喜欢吃 当他把醋全部倒入 其中 我当时的心情就想 哇 他难道是特意为我这么做吗 最后是加入花生 就可以了 你可以为我吃一口吗 有点小甜蜜 然后有点小女生呢 小害羞 为我吃菜的时候 说不出来的感觉 感觉处还可以再来多一点 我也这么觉得 我说了 我觉得最浪漫的事情是 不是我爱你 而是在一起 我希望两个人在一起 一辈子可以做一辈子的菜 我不知道你觉得 刚刚那样的幸福 是你所憧憬的吗 其实我也不是一个会浪漫的人 而且的话 在我的字节里面是 没有情人节 没有任何任何的圣诞节 我不过节日的一个人 因为我觉得过节日的时候 买东西永远是最贵的 吃饭永远没位置 打车永远打不到 我觉得 真正的浪漫幸福的事情就是 两个人能在一起 我每天都对你好 每天都你好漂亮 每天送你一枝花 当真正到了那一天的时候 我可能一点表示都没有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我就是天天在一起 天天都可以很开心 我觉得我们既然 能在这边相遇 我觉得还蛮有缘分的 然后你喜欢吃醋 我也是吃烧烤不饭醋 我是碰都不碰 那你愿意跟我一起 两个人做一辈子的饭吗 亮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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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 很为难吗 我愿意 我愿意 这个女人在拿刀的那一刻 你会发现 他根本没有办法把这些都切 把他切到手 男人不就是在这个时候 你该出现吗 在女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出现了 这就是最完美的 佳芸 在那一刻啊 你一点都不强势 你知道你那个可爱的女人 为傻傻的 需要被帮助的 就触动了这个男人心 他想说天哪 我不跟这个女人还得了吗 我不帮他 他迟早把自己手指给切了 他太担心你了 我觉得 强势又怎样 不会做菜又怎样 其实爱情这回事啊 就两个字 搭配 能够搭配得好 就会幸福 所谓强宫自有强宫手 一山还有一山高 我觉得14号要比佳芸还要强势 佳芸之前是强势 是因为没有碰到能够震得住自己的人 碰到一个比他还强的人的时候 他是愿意做小女人的 所以希望你这个小女人 能够在恋爱当中 享受到小女人的那个人 再次祝福两位 祝福 祝福 余李强 徐佳芸 我希望我们两个一起做 那样子的话 感情才会 对啊 就是要教你 要教会你 然后教会你以后 之后我们就是一三五活动 分工合作 好没问题